多麼拉瘋 多稱頭 多稱頭嗎 好啦 我一樣跟TERRY一樣 慢慢介紹好不好 一樣是一位女性 女性 對 而且她跟TERRY的那一個不一樣 就是我這一位是 招小可愛型 對 多稱頭 為什麼你會覺得 她是一個很拉瘋的朋友 就其實因為就是她 在晚上的生活 無人不知 無人不曉的一位人物 晚上的生活 你是說夜生活嗎 對 夜生活 而且就是各大 比如說一些什麼派對 就是很大場的派對 她都會有辦活動在那邊的 所以呢 認識她可以幹嘛 就是完全就是可以 暢通無阻在各大的那個夜店吧 這個是很重要耶 就是對於年 所以你常去夜店了嗎 沒有 現在有比小玉更厲害 剛開始那時候就是 朋友生日才會去 對 幹嘛要有這副無辜的表情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所以你認識這樣子的夜店公關 就是全台北市 你叫得出名詞的夜店 都可以橫行無阻 對 厲害 而且任何老闆看到他 都會求他幫他帶客人 真的假的 真的 這種朋友我也好想認識 好撐頭 有 好 我們現在要歡迎的 就是我們牙膏的朋友 夜店公關 Zay 嗨 嗨 嗨 哈囉 你好 現在也是夜店公關 那現在就是退群幕後 做一些比較大型的活動 做一些大型 變成活動的策劃對不對 那你怎麼認識牙膏的 是在某一天的夜晚 然後在某一家 某一家 又打了 對 在某一家夜店 然後就有一個很愚蠢的小孩 過來跟我說 你好 我叫牙膏 不是 他前面有沒有說 你好 我是棒棒糖牙膏 沒有 他說我還沒進棒棒糖 那時候還沒進來棒棒糖的時候 然後還鞠躬90度 我想說 怎麼會有你在夜店鞠躬90度 對 我一度以為他是 卡到你 然後我是一個很乖的小孩 所以到那種地方 我都會很有禮貌 真的 然後搭線 這樣子搭線 他那時候對他的印象 覺得他怪怪的 就覺得怎麼會有人在夜店鞠躬 就會以為他是那種 怪伯伯之類的 怪伯伯 而且看起來還滿年輕的吧 當時他沒有這麼會打扮 所以 對 就很 不可能 有進步好不好 有進步就好 給他多一點肯定 那你們中間怎麼樣 會變成後來的好朋友 後來 應該是在排局上吧 我們兩個很常 一起相約打麻將 打麻將 就很喜歡打麻將 你最近都在打籃球 你不是說你最近都在打籃球 沒有 但是就是因為我們其實 有差不多 三四個月沒聯絡了吧 然後這三十個月 因為就是大家一直說我變胖 然後我就要減肥 就一直打籃球 真的有一點點變胖 對啊 對啊 很久沒看到了 可是又變瘦了 之前這件衣服穿起來很撐 還好啦 沒有啊 外面大 高頭 對啊 不然肚皮膚從哪裡來的對不對 肚皮膚 好啦 算了啦 好 那所以你們就是從搭訕 後來變成朋友 常在一起打麻將 變好朋友 瑞琳有辦過什麼樣很厲害的活動 翡翠灣派對 然後春娜 然後近期要去辦一個是 2007跨年在世貿旁邊 對 有沒有 2007跨年在世貿旁邊 對 既然妳在夜店這麼久 有沒有看過誰在夜店出沒 對 現場的這些 哦 比較常看到誰了 我才是乖巧 四集小心一點 剛剛笑我的 瑋瑜出道前看過他以前 哦 瑋瑜 而且瑋瑜去的時候都跟人家 瑋瑜出道前都跟人家講什麼 對啊 好險不是被警察妹妹當成 揪到算你幸運的啦 不過又沒做什麼派遇 不要害怕就叫瑋瑜 一次去錢櫃唱完歌 十一等一下回家 我沒有說是哪一家 怎麼旁邊會有錢櫃 哦 哦 抓包 抓包 誰啊 你好 天啊 你加入她的陷阱 還有沒有 都抓起來 不過沒有 還有一位 還有一位他去夜店會戴帽子 然後帽子壓得很低很低 就是很低調的 對 誰 小玉哥 看看吧 小玉 小玉 小玉在笑我嘛 你居然沒有打我們 你這樣子對嗎 沒有 可能是出道 你出道錢吧 有一次 是出道錢 有一次還戴眼鏡 還戴眼鏡 戴墨鏡 哇塞 超玉 然後在夜店 在夜店 很久以前嗎 對 很久非常久 還是今年 去年 很久很久 還沒出道錢 還沒出道錢 都是還沒出道錢 其實 其實大家對夜店都有一個誤解 是 對 因為其實現在大學生 如果不去夜店 其實就真的 真的很落伍 誰說呢 大家可能 朋友生日 我們都在家裡打電話 幹嘛去夜店 哪有 小玉 你不要說我喔 小玉 你不要說我喔 好 我到底在聽他 什麼 沒有 沒有 不要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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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重點是 我是不是都很乖 夜店 再來 夜店 旁邊女生很漂亮 旁邊女生很漂亮 你看 旁邊是每一次都是不一樣 我旁邊是 好 算了 沒事 好 不反駁就是默認 就知道香妍你最多妹妹了 什麼時候介紹一個人認識 好有大爆打盤的怪名 夾高系到飆狗 沒有啦 我覺得去夜店 可以接觸到最新的音樂 它新的一些流行資訊 這也是不錯 而且我聽過最誇張的是 阿偉在夜店裡面 真的假的喔 真的假的 很誇張 不太玩笑 真的很誇張你知道嗎 大家都在 都都是很安靜跳舞 只有他一個人在跳 而且在轉 對不對 沒有 我覺得我承認 因為我之前有 就是舞蹈表演有在夜店 因為我就是借很多 因為我家裡需要錢 所以我就是要工作 真的不早 你借很多啦 你借很多 我坐了阿偉耶 那我可以去夜店賣早餐嗎 沒有 沒有開那晚的 就是我就是有工作 然後我就跑人家裡 可是我去一下就是表演 我就馬上就走 因為我不喜歡那種生活 因為我平常都已經在練舞 我不想要晚上的時候 還要在練舞 所以我去只是就是工作 結束我就走了 你真的很正氣凜然 我不喜歡真的那種 牙膏跟他不一樣 因為之前我有找牙膏學舞 我說你跳舞很厲害 你找哪個老師學 他說我都在 月電學舞 月電 月電 這我要講一下 因為就是其實家境不是很好 然後就是沒有 就是因為還沒進來的時候 還沒認識一些比較會跳舞的弟弟 然後我就沒有那個資訊 然後我是去朋友帶我去之後 我就覺得 哇 那些人跳舞好厲害 就像之前我在節目 在那邊切磋 對啊 我就之前在節目上 我覺得我已經有講過 曠世在夜店學出來的 真的喔 因為我為什麼看電腦這樣 所以就是雖然同一個地方 你要去那邊學壞也有 可是你要去那邊上鏡也是可以 對不對 我們牙膏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掌聲鼓勵 可以講到很厲害耶 常常跟牙膏打牌對不對 他在打牌的時候 會不會有一些怪癖 會不會有一些壞習慣 對 他會很多奇怪的招式 會影響對方 有一次就是我們在打牌 然後他那天好像氣不太順 他就突然間起來 走一走 一般我們想說可能要轉轉氣嘛 然後就默默地走到他們家的鞋櫃 然後拿了一頂紅色的安全帽 戴著 然後就衝過來說 紅衣當頭 然後坐下來就坐在那邊 那邊戴著心 對 然後打了一圈之後 我就看他怎麼臉色有點鐵青 他就自己摸牌打起來說 我受不了 因為那是全肇事安全帽 然後就臉整個發氣 說我不要打了 我就放下來了 這是有毛病嗎 你知道白痴嗎 然後我想說 不是紅色都可以戴好運嗎 然後我沒有紅色的內褲啊 然後就戴紅色的安全帽 所以打牌的時候還有其他的 還有最陰險的一招就是 他會放有情色的片子 引誘其他的另外兩架 真的假的 是你們是男女一起打 然後我們就比如說有時候沒排咖 就會硬扣啊 然後就有些男生比較閒 然後就就會來啊 你用詞都好粗啊 你應該用口臭啊 扣掉啊 不對嗎 好啦 扣掉的扣 好 那你放這個人 沒有啊 在哪裡 情色片 就只是想說 在情動作片嗎 對啊 這樣想說他們注意力 不會在我身上 不會在牌桌身上 結果比較衰的是因為 我那時候坐的位置 剛好是電視在我前面 你自己 然後是我自己看到 對 然後是我自己拍打 越來越